五點 然後的話 我要怎麼知道就是說我利息多少錢 實際上很簡單 就是你 每個月每個月付 那你付了兩百四十期 你把它通通怎樣 通通把它沉在一起 再減掉你總共 貸的金額 不就是你 有沒有你總共貸的 比如說你總共貸了兩百萬 可是你 兩百四十期你可能 你可能付了三百萬 那你把三百萬 減掉兩百萬 那最後不就是 你利息付的錢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就是我們付款的金額 那分別計算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把 這兩個結果 其實剛剛做的這些程式 其實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丟到這邊來 這個丟到這邊來 那就完成了 第一階段 但是第二階段就是什麼 要把資料寫到哪裡呢 寫到我們的 這個畫面上面 寫到哪裡呢 寫到 這個底下來 那如果 預設是沒有任何筆的話 那你怎麼樣把它寫到這裡 其實這個方式呢 跟前面那個什麼 消貨單 有異曲同工之妙 所以如果你前面消貨單的觀念清楚的話 這個地方應該也可以寫過來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這五個資料寫過來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會遇到什麼問題 比如我 裡面如果第一次使用的話 Ctrl向下 會跳到什麼 1048576對不對 那就表示說是第一筆 那我就要怎麼樣 寫在Sales 就是我要寫到 第二列的位置上面去 那分別在哪裡呢 DEFGH 上面寫 對不對 那如果第二次的話呢 他如果已經寫過的話 他會跳到 第二列 然後你就再 給第三列 第四列一直往下填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怎麼樣 已經完成了 這一個 就是 每月償還 跟利息部分 那再來就是 如何將資料寫到 這個我的 什麼呢 這個工作表上面 工作表上面的位置 那各位也可以回頭看一下 剛剛 之前 我們 上個禮拜講的 銷貨單 怎麼樣可以取得的程式嗎 其實 差不多一樣 你可以拿這個來修改一下 就可以完成 OK 好 這裡的話我想 各位試試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謝謝